有沒有冷氣? 有 今天還有100度 95度 你這裏覺得熱,我在台灣是更熱的 我在大陸 大陸大,真是熱到怕 這裏久不久熱,一兩天都這麼辛苦 長期熱 我在台灣這麼熱都受得到 你又特別的 跟你開風扇都不喜歡 別吵 你的房子這麼熱,你都能夠睡覺 我開了窗口 開窗口很熱 好像那隻鬼婆在我家 在我旁邊 開了風扇,吵到 媽媽 都開了風扇,開到天亮 媽媽都說她 她開了風扇,怎麼能吵到你呢? 很吵的 媽媽在裡面的房子都聽得到 好,你說 我真的不想 她肥,肥肥特別怕熱 她又是因為說要減肥,減肥 每次回來的東西 吃這麼多的雪糕又好,披薩 我跟她在一起 她說她和她在外面的家裡 喝了什麼 她說她和她在外面的家裡 打了肉出來 可惡得到 這句話真是很難,這句話真是很難 他走了就好,看來好多 我也不喜歡他在這裡住,不過媽媽說他以前是他的好朋友 他喜歡他,因為他後悔 中國的古話,叫相處好同處難 相處,就是大家做朋友,是很容易 但是和住是很難的,這句話真是真的 中國的古語幾千年來都很傳,所以很少有床 相處好同處,你就算是很好的朋友 你和住,始終日後也很難 但家庭不同,大家互相忍養 但是你朋友,始終不行 中國有一個故話,說給大家聽 中國的故話是什麼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不是因為小事,來觸發,是因為小事 如果你不是因為這件小事,就會變成什麼 如果兩個人都不對,是因為那個小事 只不過他們是導火線來爆炸 如果那天不爆炸,日後會爆炸 所以你不是爆這件小事 叫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日之寒冷,不會冰凍三尺 不會冰凍三尺